南韓的旁邊是什麼 就是黑龍江嘛 距離黑龍江非常近嘛 連黑龍江也是一樣 但我們剛才看到這只是下雪而已 它是什麼 它是40毫米的積雪 創了當地的紀錄 來各位 剛剛你看到南韓的還可以看到車子 現在這個連車子都看不到了 全部每一台都變冰雪奇緣了 全部都堆在雪裡面 甚至是因為有人 下雪肯定會身體不舒服嘛 需要緊急救難嘛 就救護車就這樣要開過去 就開過去之後呢 代表說救護車還開得到 開到之後停下來 就等到人家抬著單架呢 要把他送上車的時候發現 在死啊 為什麼 車輪卡住了 哇 那個降雪速度太快嘛 生命搶救十萬火急怎麼辦 用造 所以他們就只能要 各位你就看到那個騎警 跟著那個單架有沒有 你造造造造造 每個人都這樣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就這樣沒辦法啊 救護車就卡住了 更離奇的是這個 這個我剛才講冰雪奇緣 這個就真的是Frozen了 真的是Let it go的 為什麼 東北大雪食堂 來各位 你看一下這個食堂的畫面 我不講你還以為他們在冷凍庫裡面吃飯 在室內嗎 對 這個有沒有像是你把那個冷凍庫冰櫃 一打開之後 裡面竄出來的那個霧氣 就是這樣子 所有人 都在這個霧氣裡面吃飯 我都不知道 吃的到底是熱的 還是冷的 還是冰的 還是爆冰 吃自己 吃什麼都不知道 甚至是呢 東北有個地方 它有這種停車場柵欄嘛 想說我不開車 我把車停了可以吧 誰要去打籃球啦 結果有人呢 去把這個籃球丟到這個籃球網 這個網上面 就會看到 欸進了 就球下不來 你知道理由很簡單 為什麼 網子會吸水 那吸水之後 再結凍變什麼 變硬的 電氣囉 所以它就進去之後 就出不來了 好不好 我就講 就是這種天氣太冷 各式各樣怪事都會發生 為什麼冷成這個樣子 專家就點破了 北極渦旋主宰了這個冬天 低溫 冷 再看一個地方 黑龍江省 黑龍江省這個地方 怎麼會降下了 有史以來 11月最恐怖的 單日暴選呢 今年的寒冬不是只有韓國 特別難過 我們來看看黑龍江 以前你就會想到 清朝那些被流放到 所謂的凝固塔的那些人啊 他們在暴風雪下走路的 你是不是現在都可以想像 這還真不是戲劇裡面演的而已 而是真實發生在我們的 現實當中 黑龍江 賀岡 它的降雪已經來到了 特大暴雪級 所以你現在去看 真的是整個冰封世界 要不是有紅紅燈 有車子亮燈 我還真以為是 明天過後 你看 怎麼會有一台車 大家都在推 因為 冷嘛 你引擎當然 引擎有拋錨嘛 所以大家就只好下來推公車 可是我跟你們說了嗎 那些積雪你比到韓國 是不是都至少25到40公分 沒有錯 賀岡 它的積雪已經來到40.7公分 結果救護車啊 就困在雪地 推車無果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們先來看 他要去怎麼救人如救急嘛 那他這個時候 救護車拍舞動 那這時候車上有傷患啊 怎麼辦 兄弟一句話 把燈架拿下來 直接車子不要 我們不行送醫啊 大概四個人扛了三塊的燈架 就直接這樣子就趕快 我說了救命 救急如救命嘛 好 抬著病人就跑啊 賀岡大雪有多大 剛剛說了特大暴雪急 文字敘述可能不太明白 我直接給大家看實地上的市井好嗎 你看剛剛除了很多的車輛 都被雪給掩埋了 每個人在雪中也都寸步難行 在雪中推車 那更是隨處可見 因為車子都拋錨 但我要給大家看的是 有想過外賣嗎 這些外賣的小哥就是這些人 就是這群人 你看到的這些 黃色衣服的這兩個人 對 這兩個人 還有剛剛那些穿黑衣服的人都一樣 他們全部都在雪中送外賣 還有人說拜託雪都這麼大了 拜託你們就別再叫外賣了好不好 讓小哥能夠休息一下 原來成群結隊他們 人肉外送哥 真的是人肉外送 所以你今天因為風雪 你沒辦法出去吃飯 還有小哥幫你送 你不能不出門上班 上班你要取車 取車這叫囧啦 取車怎麼會難呢 被雪埋了大不了就找一下嘛 遙控器按一下嘛 問題是我根本看不到啊 你至少要有個邊吧 你要有個形狀給我看吧 所以這個人呢 他們現在呢就是還不斷的殘血 殘血 殘血 而且一開始還要看運氣 我覺得我車大概是在這兒 結果好不容易產出來了 就像開盲盒一樣 結果白產了 因為出不去 但是旁邊有人說 你這個還至少找到車了嘛對不對 你看看這一排 根本汽車分長 你的車到底哪裡 這像不像一個一個的汽車的 這個萬人種一樣 那幾根冒出來的那幾根是不是 雨刷 雨刷啊 雨刷 對啊 那你憑雨刷你會知道自己哪裡 最好你認得出來 認不出來 好啦黑龍江很多人都在自嘲啊 我們開車還要像開盲盒 但新疆這個可就是災難啦 我們來看看新疆 新疆的冰川公園 這一幕被人捕捉到 真是青潮海浪啊 這是他們幾十公尺高的雪牆 因為山上的雪不斷的堆積 不斷的堆積 導致它重量承受不住 往下開始產生雪崩 一分鐘 觀眾朋友就看 這慢動作 一分鐘 它就把這個本來屹立在這 已經好多年的山谷整個吞沒 下次來看 這山谷沒了 它狂捲跟海嘯一樣耶 海發多高 六千多公尺啊 要不是可能有那個攝影機掛在那 可能還沒人知道 大自然它毀滅的可怕啊 真的是因為極端天氣的異常高溫 導致今天恐怖的爆炸迅撞雲的現場嗎 說到極端天氣 炙熱的八月應該很熱吧 居然在新疆 飄出了恐怖的八月雪啊 對 大家可以看到烏魯木齊 以前大家都知道烏魯木齊是什麼地方 可是你有想過烏魯木齊有一天會下雪嗎 你會想到有一天烏魯木齊會有一個暴雪的預警嗎 你可以過去下面來看的話 你這樣白矮矮的一面 你過去來想 你會覺得說這裡是哪裡 北海道嘛對不對 結果不是 這裡是新疆的烏魯木齊 當被白雪覆蓋之後 你不要覺得這個很漂亮喔 其實這對深海來講 都有很大很大的一個傷害 另外來講在杭州 杭州的車站呢 你現在來說的話 你冷氣怎麼吹都吹不動 為什麼 因為你的整個氣候是悶的 是罩住一個熱窮頂的 你根本沒有辦法 那怎麼辦呢 當你這個時候 你只能用物理的方式 對付物理 天氣太熱 我們小時候會怎麼樣 偷偷打開冰箱含冰塊 這個直接把你一顆一顆一顆大的冰塊搬出來 然後就放在這個乘車區的腳底下面 告訴大家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用這種方式 用物理的方式 看能不能降低一度兩度 這就是我們覺得非常驚險的所在 你看冷就冷到了 炙燒八月居然下大雪 然後在杭州這個地方 空調沒有辦法把溫度降下來 你得搬出大冰塊 對 這麼一來一回 溫差就超過了40度 這麼熱的地方 在上海 居然出現了這麼詭異的螢幕 這是在幹嘛啊 現在來講的話 過去來說很多人會去貼三幅貼 也就是說你在三幅貼的時候貼這個中藥的話 你就可以降低你的過敏 然後最近還講說這個東西不要再貼了 你直接去曬背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很奇怪的特別喔 不只是阿伯 阿桑喔 連一些妙齡女子 他都直接把後背給拉起來 然後很多人卻說這樣子不好看 有愛觀山 不行 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就是因為要把身體裡面的濕氣 給塞出去 所以呢一個一個都變成這樣 撩起上衣的賽費主 但是看起來真的是畫面非常非常的奇怪 很難解釋 不過稍微阿Q一點想怎麼辦呢 老天爺要熱你也沒有辦法 只好用你的熱來除我的濕氣 東北 東北是中國最重要的糧倉 這個糧倉淹到現在 你看這個畫面 水還沒退喔 對 東北到目前為止喔 你不要以為這是資料袋 因為我們從上上 上禮拜開始講之後呢 每天都有新的進展 你從高公往下去開 這個東北 這個泡車 你可以看到沒有 有小哥已經把這些海水上的工具拿出來用了 現在東北就已經 已經是整個都是變成這個淹水的一個狀況 但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呢 你現在要出門 你要怎麼出門 你要用插車 這東西的車子 在這個車子你看喔 你以為他們在幹嘛 他們在上班 你以前上班叫的是什麼 滴滴打車 台灣叫Uber 現在來講叫插車 這個Roder呢 原本是推土的 直接載上去 你不要以為這個是免費的 他充錢嗎 一個人50塊人民幣啊 50塊人民幣是折合台幣200多塊 這大發災難財耶 但是你不要以為說 你這樣還可以跟他喊價 因為一個插車上面算過最多6個人 就是6個人 你來晚了還坐不到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你在東北你要出門 你要出行 就是坐插車 另外來講遼寧暴雨 而且他的暴雨 你看那個畫面 是非常非常的恐慌的 上一秒 大家還穿著舊身衣 然後很高興 一個一個像下腳石一樣 要幹嘛 要去玩這個橡皮艇 結果沒想到暴雨 炸起來之後呢 趕快一個一個要把它拉回來 這畫面呢 非常非常的緊急 非常非常的錯亂 如果你上一秒 還在玩這個橡皮艇 如果你下一秒沒有拉起來的話 當你水炸下去之後呢 你可能就跟著洪水 一起衝到下游去了 暴雨變逃難 對 同樣幾乎一模一樣的驚險 發生在山東啊 對 山東的話 這個泰山呢 泰山的景區呢 有很多人去玩 你看看這個畫面 可是這些都是 嚇到還沒到登頂的時候 趕快穿著雨一個一個 跑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說 在這個地方呢 上一秒都還是白天 上一秒都還有太陽 結果一瞬間呢 走到一半呢 竟然就開始出現暴雨 而這暴雨呢 30分鐘之內就變成這樣子 階梯變瀑布了 這種情況的話 其實是非常非常常見的 你描述的是一個 變換速度快 快到可以有多快 對 30秒讓你白天變黑夜 在西安這個地方 我們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呢 它是一路拍拍拍拍 一開始大家用行車 就會說天啊 我們再看一次喔 導播我們再看一次喔 原本上一秒多少 是白天 結果呢 走著走著 其實這不到30秒 5秒6秒 就整個變成黑夜了 然後變成黑夜之後呢 你以為說天啊 是要準備要下雨了嗎 其實過沒有多久 馬上就開始電光火師 就開始打雷暴雨了 他說這個畫面來講的話 不用去好萊塢 不用做特效 你用行車紀錄器 你就可以拍到 那這一種強降流 你不要覺得說 這個好像是好萊塢的電影 看起來很壯觀 這一種打完雷 下完雨之後呢 馬上熱隊流下去 恐怕就會暴雨成災 那西安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有沒有看到 講完馬上就變成暴雨了 而這暴雨呢是讓地下室 讓一樓全部都淹掉了 淹掉我們可以看一個畫面 他連那個插座有沒有 連水都整個衝出來衝出來 你也想說天啊 這個東西下去之後呢 你整個城市你要退水 你要讓這些水流出去 大概沒有一個禮拜 也要三五天的時間 全世界都在關注 中東是不是要開戰呢 我告訴大家 氣象大戰先開打了 居然 我們以為講到中東 講到沙烏地阿拉伯 我們想到的是什麼 沙漠 想到是駱駝 結果沙漠變洪災處處的 災變現場 而駱駝呢 駱駝被洪水困住了 寸步難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哪裡 這個地方是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我可以說是他們附近那些阿拉伯國家裡面 算是基礎建設最好的 基礎建設最好的國家 你怎麼會設計一個高速公路直接崩塌 因為他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他們靠的是什麼 抗的是這些沙塵暴 他覺得說他面對的是極端的熱 然後呢 極端的乾 可是呢 沒有想到你做完之後 你最近開始下暴雨 開始下暴雨之後 你下面的機裝被沖掉之後有沒有 你上面壓重力一下來就整個崩掉 崩掉之後呢 最讓人家難過的是 剛好有車輛經過 就是剛剛好 你知道嗎 他前後都沒有斷 到那邊 砰就下去 下去之後呢 駕駛當場死亡 那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這個是在城市 另外比較遠的地方 你看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駱駝那個時候 以前都是幹嘛 以前都是駝 駝東西 然後呢 在這個沙漠 應該在沙漠裡的 他可能這個駱駝 這個駱駝群 你看呢 這邊 外頭鑽動的是駱駝群 他們可能沒有想到說 有一天 要來逃洪水的災難 然後呢 看到他們 其實真的很不冷 這些動物 你也沒有地方可以跑 因為水是慢慢慢慢變高的 所以到最後 這些駱駝呢 是被洪水吹著走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非常非常的可怕 好 駱駝被沖走 這個畫面更驚險 這是一個 開著卡車的一個司機 卡車卡車 你看喔 他已經知道說水來了 爬到上 爬 從車窗爬出來 想要爬到 這個車頂上面去避難 結果水一波一波 就被沖走了 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這些雨 來得非常的快 又急 然後呢 你來不及跳車 來不及逃的話 你一次 就是被沖走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還可以看一下 它的基礎建設 阿拉伯的暴雨 衝回了陸基 你看一下 這些喔 不是豆腐渣工程喔 他們這些東西 都做得非常紮實 但是連日的暴雨之後呢 你不要說 柏油路 你現在看過去之後呢 就像月球的表面一樣 什麼東西都消失 什麼東西都不見了 中東火藥庫 中博我們就來看看 這樣的一個天候條件 你打得起來嗎 今天 我們帶你看到 每一個洪流肆虐的現場 從阿拉伯 沙漠變成洪水肆虐的悲慘世界 到惡控洪海 讓全球貨輪文質色變的夜門 他們也正在遭逢 史無前例的洪災 這一場中東大戰怎麼打 伊朗和以色列的戰爭一觸即發 現在中東地區 可以說是戰雲密布 可以是中東火藥庫之稱 但是你剛看我們這個畫面 現在是火藥庫 我看老天爺可能不這麼想 老天爺現在竟然讓 一向我們認為是 比較乾旱的中東地區 尤其鏡頭帶到沙烏地阿拉伯 這個畫面呢 是在他們的極戰省 你看那個車子 就活生生卡在兩個斷橋柱 就我們講的橋斷了嘛 橋斷它就卡在那 就車子還有掉下去的 造成了一死多人受傷 但你說橋怎麼斷的 橋斷不是因為太熱斷了 竟然是因為一向我們認為缺水的阿拉伯 它現在受到暴雨的肆虐 強降雨 結果洪水就從剛剛那個橋下面 衝過去把橋墩給沖毀了 結果橋就斷了 然後橋斷坦白講 沙烏地阿拉伯很久沒有遇過這樣子 又是暴雨 然後又是這個熱浪侵襲 還有洪水侵襲 很多橋梁它是經不起檢視的 所以就斷了橋 這個車子就掉下去了 往天空看一下 有很多沙烏地阿拉伯的人說 這是什麼 這個車其實坦白講 以科學解釋 以氣象解釋來講 就是強降雨造成熱隊流亡 所以就會閃電 雷鳴 可是你要想 阿德伯人很多人 可能有這輩子沒看過幾次 年輕世代也沒看過看到害怕 害怕就會聯想到什麼呢 覺得這是不是天有印象 是不是連老天爺就覺得 你們在打 你們在打呀 趕快停戰吧 對不對 世界和平吧 好 這樣子 連老天爺都看不下去 當然這只是一種民俗的說法 不過不管民俗歸民俗 你事實所看到的就是 他們 顛沛流離 漸漸的在這陣子的洪水 與強降雨當中發生 麥家 你知道麥家是他們的聖地 結果聖地現在已經有這樣的 洪水肆虐 但你去看在洪水當中 我用框框圈起來 你有沒有看到有東西在動 那一坨 那一坨是什麼 那一坨就是駱駝 駱駝已經被洪水牽著落難了呀 同樣引用那個拍攝者所說 他講 我這輩子 怎麼也沒有想到 麥家這樣的聖地 會被洪水侵襲成這樣 我更沒有想到 駱駝會在洪水當中載浮載沉 好 中國跟我們看到的是 在這個 阿拉伯世界裡面的這個洪災成患 另外一個國家直接跟這一次的 中東回洋庫直接相關 就是惡控洪海 是全球貨輪 郵輪經過最大的夢魘 夜門 夜門也深受天災之害 我們來看夜門的狀況 就是洪流的破壞性 導致洪水沖毀村莊 那夜門跟剛剛 蘇地阿佛相對比起來 它是比較貧困的國家 所以你看我剛剛講 為什麼我說這個天災一來 就會流離思索 他們所有的村莊 農場 道路 就這個洪水 可能一兩天的時間過去 就全部一切都淹沒了 所以剛剛主持人講的 觀眾朋友去想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你夜門政府現在 老百姓流離思索 而你們的叛軍 卻還有那個錢 有那個閒 有那個力量 去跟伊朗做結盟 在那邊擾亂東東的秩序 難怪老百姓會覺得 這個上天 這個雷鳴 這個打雷閃電 是不是真的希望大家放下屠刀 世界和平比較重要 看到了這個極端的天氣 可以極端到一個 反轉了嗎 這麼炙燒的八月 居然發出了暴雪預警 這是什麼樣的情況 如果看到剛剛中東地區 因為熱浪襲擊 又有雷雨洪水 那你認為現在就是一個 標準的夏天氣候 那我把鏡頭移到 中國的烏魯木齊 應該也是很熱啊 結果 怎麼 氣溫接近零 怎麼降雪 降雪就算了 還12.1毫米以上的暴雪 所以呢 有人就看這個畫面 看圖就說故事 他說你曉得 我們現在全中國 最高溫的地方 和最低溫的地方 竟然可以相差到40度以上 這不是極端天氣 什麼才叫極端天氣呢 天災 老天爺用不同的方式 給予人類考驗 再來我們給大家看到 日本宮崎縣 7.1的這一個強震 震出了日本人心中 最深沉的恐懼 專家警告 這一起強震 跟南海海潮有關 日本人開始瘋狂地搜尋 什麼叫南海海潮 他為什麼高崎的心中 最不想回憶起的那一場噩夢呢 先看一下我們製作單位 所找出的一些最新畫面 我們曉得 8月8號 宮崎大地震位於九州宮崎縣的外海 震央 然後震源深度30 你看 那個地震一來的時候 所有監視器拍到 或者手機去拍攝的 全部都是搖搖晃晃 觀眾朋友 車子啊 噢 噶噶噶噶 口聲 噶噶噶噶噶 這搖成這樣 地震規模 7.1本來就不容小覷 何況它震源深度也不深 才30公里而已 那麼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當然啦 新幹線立即停駛 攻擊機場 鹿兒島機場 也都全部緊急封閉跑道 在畫面當中 你看到的全部都是在震後 這樣的一些房屋倒塌 屋頂倒塌 或者是梁柱碎裂 這個日本政府呢 現在也在散 在對於這個災情做 是一個散後的工作 那你看到這個大地震 當然日本的氣象專家 地震專家就立刻也出來講話 哇 離開那個山崩 噢 當然啦 地震呢 其實這在天搖地洞的這個過程啊 不僅是可能會造成走山 也可能會造成我們所說的 河道的這樣的一個位置的改變 所以說是水路夾攻 但是專家怎麼說呢 專家就講 他說其實呢 在九州宮崎這個地方的地震 通常會跟 南海海潮大地震之間的關聯有關 也就是說 像我們台灣如果發言大地震 我們可能就會說是 什麼斷層帶 什麼斷層帶 中在日本呢 他們的專家也會這樣去做分析 好 我現在畫出來給大家看 有沒有 就路側 路 現在主持人所圈的這個路的這一側 右邊那邊 他們日本 在偏南方 所以叫他們的南海 所以這個地方的海潮的地震 帶他們叫南海海潮大地震 你現在清楚了 那我跟各位講 就專家講了一句話 讓大家聽了覺得很害怕 他說 預測在未來的三十年內 這個發生南海海潮大地震的機率是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什麼 那不就是十次可能有八次 真的會是大地震嗎 是這個意思嗎 日本人聽了會害怕 因為在剛才從這個驚魂中 清醒過來 現在又聽到專家這樣子 等於說是雪上加霜的一個說法 好 專家還講 他說日本人一定要小心 因為如果真的海潮大地震發生的話 不但機率高到八十 而且他還會造成整個日本 尤其西日本 巨大災難 為什麼 因為地震來了之後 大家都知道 不外乎就是海嘯馬上會來嘛 我們引用的這些電影畫面 是讓你去模擬說 日本如果真的 這樣的一個進步的國家發生大地震 發生海嘯會有多慘 你說這個日本海嘯 來了這麼快的話 為什麼會很慘 來大家還記得日本 2011年的311大地震嗎 當時 他的正央是在外海 海嘯來的 稍微晚一點都可以造成福島這樣子了 何況是現在日本的氣象專家 地震專家說 如果是南海大海潮大地震 是兩分鐘海嘯就會到 你去做一個對比 這是311喔 這是好幾分鐘之後喔 可是我現在說是兩分鐘就會到 那會是什麼樣的畫面呢 還沒 結果這時候啊 我剛剛一直在講 水露奇攻這個詞啦 就是 你現在看到是水 但是專家說還有一個叫露 你不要忽略了 露為什麼 露我們要擔心什麼呢 富士山 富士山啦 你知道他說如果南海海潮大地震 這樣的這個震度 還會倒 因為地震都是地底下的這個 過於平反嘛 所以他這個擾動不安 這樣的能量會導致富士山 大規模的噴發 因為富士山也好久沒有噴發 191707年18世紀 當時呢 日本就因為南海海潮地震 引發了富士山的火山噴發 而且他的噴發不是什麼 印尼那些火山噴一下 然後飛機避開就好 不是 他是大規模噴發 造成兩萬人死亡 這歷史的史冊有記載 再次噴發 又造成61萬棟建築物 燒毀倒塌 兩萬人喪命 你說 一個日本的大地震 喚醒了這樣恐怖的回憶 專家 該不該實施 提醒你呢 這幾天很冷 我們給大家看到 到底可以冷到什麼程度 哇 這是電影場景嗎 不是 這畫面太驚悚了 632公尺的中國第一高樓 居然一夜被冰封 宇軒這是怎麼回事啊 居然哥 最近中國還有一個流行的電影 叫流浪地球 反正是講說這個 有點明天過後的概念 就是明天過後翻版 中國大陸版 就是說發生說很多極端氣候 所以他們現在講不用了 不用電腦特效 不用CG的來 我們直接來看 這是中國最高樓 在632公尺高 它叫上海中心的一個大廈 結果沒想到 他待了一個晚上 可是晚上早上起來就發現 怎麼就是這邊 來各位 這不是光影喔 這不是反射喔 你仔細看 全部變成白頭翁了 整片都是一片雪白 而且走到裡面更誇張 為什麼 裡面你看 整個雪霧瀰漫 這不是煙霧喔 等於說裡面還飄著這種 白白的冰霜 白白的熬雪 在裡面他們講 哇 怎麼連內部冷潮式的狀況 因為他這個我們講 高度比較高 所以裡面也變成這樣子 而且不只是如此喔 一般人講 雨萱你跟我們講那個 那個南德高樓大廈 那個很罕見 沒有沒有沒有 平常要主辦的時候 來帶你看到上海 上海有一個人 就拿著一壺油的 來準備要倒出來 各位你看 這個變成什麼 不是太高耶 怎麼那麼醜啊 它是整個凍結的 連油 我想油要凍結這不簡單 就厲害耶 連食用油都整個給它凍住 你就知道 現在整個都呈現冰天雪地 但我們講喔 過去呢 曾經在春節期間呢 中國大陸創下這種 交通流量歷史上的新高 但裡面有非常多的悲劇跟場案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來各位帶你看到湖北 原本有個高速公路 大塞車 真的沒有什麼好稀奇 但是有一個人出來講 這段故事喔 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說我一家五口 我返鄉呢 我困了三天三夜 但是呢 原本沿途中呢 有些人好心人士你知道 三天三夜我在車上 那外頭都是冰天雪地 我要吃什麼 我要吃什麼 沒湯湯吃嘛 他說有有有有 有小販來說來泡麵賣你 他說真的假的 熱呼呼的 因為他長輩嘛 要喝水嘛 要吃飯嘛 要吃藥嘛 萬幸疾病 吃下去五塊錢 對不對 五塊人民幣 台幣大概22塊 對 結果他說沒想到 我開到第二天的時候 又有好心人士來了 但這個好心人士講來 來來來來 沒有水喔 乾的喔 泡麵25塊 哇 坐地起價 災難財啊 結果他又往深處開 你會發現物價越來越貴 但不吃也不行 我會餓死嘛 所以真的有沒有餓死的狀況 有 因為有人倒霉 他可能牽著這個叫牛車來 我們看一下那個畫面 他就是一整個車子呢 載著高速公路上 全部都是牛 結果呢這個牛 來各位就你現在看到的 欸 凍三天了 再凍下去就變牛肉乾了 再凍下去就變冷凍牛肉 不是溫體牛了 嚇死了 這個牛三天都沒東西吃啊 餓得要死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到狀況很誇張 但呢 在遼寧這個地方喔 可顯而知 肯定會更冷 更冷之後出現什麼狀況 有漏水 各位你看喔 這個房屋裡面想說 哇這什麼 Elsa過了 經過這個地方嗎 冰雪奇緣的Elsa 不是耶 是因為他房屋有水在滴 結果沒有想到一整個晚上過去之後 馬上變成冰雪瀑布 而且他是從這種六樓開始喔 他等於是654321 底下的倒霉 不管他們事情也整片牆通通都是秉觸 而有一個人呢 就比較聰明喔 他知道天氣很冷 我要去做什麼 泡溫泉 泡溫泉我就沒在泡 泡在溫泉裡面 他就想說我手機放在上面沒關係吧 結果沒要起來就想說 欸 雪兒他幹嘛一直在擦手機啊 手機很乾淨很亮 沒有 整個手機黏在那個石頭上了 只是泡個溫泉而已啊 對 這等於說溫泉裡面很熱 但是因為外面還是很冷 溫差很大 狀況下 他一個不注意 可能滑滑手機泡泡溫泉 然後放在旁邊之後 隔個五秒鐘 手機馬上被黏住 你就知道 整個冰天雪地有多誇張 好在山東 山東這個地方 你想都沒有想到 哇這個畫面 我先跟大家打一個預防針 等一下雨萱給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你可能會輕輕輕輕輕 輕輕有點痛一下 為什麼 冷到我們的喵心人 可能都活不下去了 欸對 沒有錯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這些狀況 都只是人遇到的 但是動物沒有辦法 動物沒有那麼機警 可以極致求生 所以你看 在山東這個湖水 有人發現說 欸不對 這湖水整個結冰了 但是裡面有什麼 有一隻白貓 你以為他在看魚對不對 對 而且你看他呈現的姿態 是代表什麼 他還在動的狀態 等於就是說 他動到一半的時候 就已經遭到 剛好到那個所謂的結冬的點 所以他就瞬間被定在那邊 活生生的給這樣動住了 但與此同時 有些這個 我跟你講 大陸就是有這種奇人意識 怎麼說 就武林高手 然後你看到這台車子 明明今天說 這台車子怎麼一直在開 還在開 還在開 來看一下那個畫面 不對喔 結果他不是在開喔 注意看他後輪 根本沒在滾動 好危險 他在滑耶 他用滑的 等於說 其他輪可以動 但是他硬要開 所以我跟你講 這傢伙 可以去跟騰原拖海比賽 你知道為什麼嗎 無限期一直在飄移狀態 但與此同時 還是有一些天然的鬼斧神工 大講 海水比起湖水 其實很難結冰 但你看到山東這個畫面 說雨萱 這是鏡子畫面嗎 不是喔 這是海浪 你看還有配夕陽 躲美 打到沙灘上的時候 瞬間就結冰了 所以呈現出 一整個很像在動態的畫面 整個沙灘 整個海浪 通通呈現冰塊 而在山東的 澆洲灣跨海大橋也是 當你行經過那邊的時候 原本這整面 不是河喔 都是海 結果你看 上面像冰川的這種景象 天然的美景 就像陰陰流生 所以雖然 各地發生非常多的災難 但是你不得不 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給大家來看看 這一群人到底怎麼了 冷成這樣 再冷 你都要吃飯豆 來 他們說 我們來是來 跟主人 大家休聽 我們給他溫暖 哥吃的不是菜 是人情啊 對 人情味暖暖的 但菜 冰得要冰 怎麼那麼冰 來 各位你看到 這我不知道要怎麼吃下去了 反正你看看 這是河南他餐桌上的畫面 來 你說你以為這是什麼 冰果嗎 這是什麼 冰凍冰塊嗎 連雪碧都是冰的 菜也是冰的 你看 連青菜外面 都結成一個 薄薄的霜 我不知道吃起來 是不是有特殊的口感 但總之我看到 我是不知道要怎麼吃下去 而且各位啊 這些菜 因為流水期他們都很有經驗 都是剛炒好 馬上拿出來 來 你看 像這個 連雞蛋打下去 瞬間就變冰了 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 有經常跟你知道什麼嗎 這些菜到底是怎麼煮出來的 好厲害喔 這麼冷 你還要把它把菜煮出來 你雞蛋打下去 所有食材都 退冰又結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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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夠了不起 但與此同時 這個東西就更神奇了 菜怎麼煮到時候 還有一個寵物龜 這主人出心大意 把它放在外面 結果呢 揮過石材說 啊啊 死掉了吧 冻僵了 整個變一個冰塊了 理論上來講完蛋 這是烏龜 小命難保 結果沒想到這個主人 這個有夠沒良心 說那我把它拿來吃好了 開什麼玩笑 你自己養的烏龜 你要把它變食物 結果它掉到熱水裡面 你知道就像個神奇的事情發生 來 見證奇奇的時刻 烏龜活過來了 快跑啊 烏龜活過來了 趕快把它拿起來 龜大仙還不想死啊 不要再煮你的寵物 再煮下去 它真的就一命嗚呼了 但你看喔 像蒙古這個地方 這是 這個就發生災難 為什麼 50年呢 遇到這種 從來沒有見過的這種 特大型雪災 結果沒有想到 高達多少 80% 等於說 幾乎全境都被冰雪覆蓋了 而裡面竟然有 200萬隻的畜生畜 竟然就因此這樣而損失了 冰封暴之下我們來看看 119一定接到 非常非常多的潛物 結果這一趟車開出去 嚇死人了 對本來救護車出去的 要做什麼 打火 要救人 但沒有想到他們可能自己都難保 為什麼 因為當這個蒙古的地方一樣 我們講了 牲畜死了200萬隻 消防隊常常吵出去救援 結果沒想到一開出去之後變什麼 變兵修 沒辦法 整個消防車裡面都夾兵夾鬆 連他自己穿的消防衣 以前是什麼 防火 沒想到 整個消防衣也全部通通的接動 你就知道現在整個在蒙古 由於氣溫長期都在零度以下 就連車漆 你現在看到的 各位 這不是造型喔 是整個車的漆 烤漆 都因此而剝落 你知道情況有多嚴重 今天你一定也感受到了 整個大台北一個字 好冷啊 但是冷的不只有台灣 我們來看看 南韓江源道 炸彈級的大雪 車輛打滑 停電 還有居民受困 另外我們還要來看到中國 中國現在變成了極凍世界 不只是天災 甚至還有人禍 因為更讓人頭大的地方 就在貴州 貴州呢爆發了 211場的火燒山 山都連在一起 那代表的就是 這滅火的難度更高了 而且據說整個燃燒面積 大約有兩個台灣這麼大 但是官方竟然壓新聞 連燒了好幾天 竟然沒人知道 這幾天會變冷的原因 是因為東北季風來了 所以觀眾朋友 今天就很明顯感到氣溫的下降 那元宵節的時候 出外 真的要多添一點衣服 而且在北海岸的山區 還會下雨 那這一路冷 會冷到下禮拜 尤其一跟二 因為六日是稍微回暖一點點 但下禮拜一跟二 你要再度再多添一點衣服 這波寒流要注意 還有一個地方 那就是中國了 哇 中國好像更慘 是 中國現在出現了 很多很多的這樣的一個 應該講 龍年之後的首波寒流 出現了很多很多的一些 天氣怪象 包括寒潮 暴雪 冰凍 大霧 大風 甚至還有雷打雪 就是既又下雪 還會打著炸雷 你看到沒 一般我們來講 看到下雪 就已經覺得 開始覺得很詩情畫意 但如果看到大雪 你可能就會開始要 找個地方 陰雪了 但你如果又聽到 看到大雪又聽到這樣的那種打炸雷 這世界末日了吧 我告訴你 南京 南京在短短的12小時 監測到有700多次的這個雷打雪 結果湖北人就跳出來 你南京算什麼 我這邊湖北啊 在這一次的監控當中 接著到6900次的雷打雪 我們看到那個數字的嚇死人 還有湖北的民眾講 他說你到底是要 這個打炸雷打到什麼時候啊 那看到那個下降的那個雪啊 也是等於是完全沒有任何要停止的跡象 這時候呢 還有一個地方就說 你們下大雪也還好吧 我這裡下冰雹 而且冰雹多到 觀眾朋友看一下 浙江這個算是熱鬧的市區吧 是 結果它那個冰雹嚇下來 你叮叮叮叮那個聲音 那聲音好大耶 雨昕 這比乒乓球的聲音還大 而且他們說大多就算了 最後還竟然變冰袍盒啊 你看到沒 因為冰袍太多了 就最後形成變冰袍盒 最後變冰盒 天啊 車子怎麼開 這感覺好像地上 鋪了一堆那種乒乓球 車子在乒乓球上面開一樣 所以當然整個車子都在飄移啊 都在打滑 那麼我們再把鏡頭移到新疆 你知道新疆多可怕嗎 新疆出現了一個 我們講看起來好像彷彿 血流成河的畫面 只是這個遺骸是 鳥 水鳥 因為它新疆的湖泊 上面呢 被人發現怎麼有好多凍死的水鳥 一開始以為說 這會不會是被下毒啊 還是什麼的 就不是 純粹就是 水鳥不是會在湖面上棲息嗎 但是它的溫度是陡降的 是溜滑梯的 也是因為冷 那它本來還在湖面 棲息 突然很冷 冷冷冷它就凍死了 凍死之後呢 湖面不是會結冰嗎 就形成這樣 我們就說 這個景象看的真的不忍足堵啊 好 你現在看到了這都是因為 寒流氣溫陡降所造成的 是 禍害啊 不過 還有一個就是 有沒有想過 其實 下雪下在地上的時候 那個又濕又滑 那車子有時候根本 硬變不及 因為你在開車 你根本不知道外面 這個整個 路面就像溜冰場一樣 我們來看西安 這一次的寒海最主要是集中在 陝西 湖北 安徽 河南 跟江蘇 那 西安的這個下雪的狀況呢 因為它來的是很突然 所以很多駕駛者呢 不知道 你看 根本無法反應啊 感覺好像 有樂場裡面的蹦蹦車一樣 其實呢 都是因為 我再說一遍 雪很濕滑 車子撞在一塊 後面想要煞車 結果你看 又撞上來 有沒有 好像在冰上的這種驅棍球一樣 整個邊溜冰場 全部撞在一塊 這就是 目前中國 在農曆年後迎來的第一場 極凍寒流 但是其實不只是我們剛看到這些畫面 甚至呢 為什麼現在大家都說中國變成了極凍世界 極凍世界呢 你聽 感覺上哇 冰天雪地好像很漂亮 但是其實真的不是這樣 因為對民眾來講 包括我們會看到所謂的樹葉上面 竟然都會所謂的夜冰 還有人說去買滷味 怎麼買滷味變成像在尋寶呢 所以他們說現在還看到了很多極凍世界的奇況 先來看 這個畫面很震撼 崩一下 噹噹噹噹噹噹噹的 你看一下 這發生什麼 原來是玻璃天花板整個坍塌 但是我告訴你 但是我告訴你 這可是在江蘇 數千的一間人民醫院的分院 他花90億蓋的 怎麼90億蓋的 會因為突然一場天氣的變化 可能是一場冬雨 一場大雪 就導致玻璃天花板整個塌陷呢 好 現在呢 兩岸就這樣 東城 人禍 不過醫院就說 沒有沒有是冬雨 什麼是冬雨 冬雨跟剛剛我們講的雪不一樣 雪的話你看起來好像很綿很細吧 小小的 感覺不可能會把天花板給塌陷吧 對 冬雨就不一樣了 冬雨是指在我們天氣的氣溫0度C以下 那這時候下來 下的卻是雨 所以雨因為0度C在下來的過程當中 蹦一下就變成結成冰 馬上變成冰了 所以他在下來的瞬間 他會傷人 他會對 因為那個冰塊是很尖銳的 你看 有人在擋風玻璃 或者是一些軟質的塑膠 洞雨下下來的時候 立刻就受傷了 你看 車子的這個窗戶旁邊 全部被洞雨給無法作動 那現在江蘇醫院就說 我這就是洞雨害的 所以天花板才會整個碎裂崩裂 好 那有人就問 洞雨真的如果就這麼可怕的話 那打砸下來就變冰桿 那一定對農作物的損傷很重 對啊 農民怎麼辦呢 沒錯 有的農民他根本就是 農作物就是暴露在外的怎麼辦 所以你去看那個農人 他把他們的作物拿起來之後發現 全部都被結冰凍傷了 有大棚也慘 沒大棚也慘 對 但是有的人則是在那邊燒大火 怎麼回事 原來燒大火的目的 是要讓他的農作物周遭的溫度 不要那麼的冷 他才不會結冻 這種畫面 乍看之下 你還以為說他們是在燒不要的稻草 不要的東西 就不是 是燒東西取暖 不只是有這些夜冰 我們來看還有冰雕人 冰雕人 你看來了 來了 他怎麼了 這個冰雕人 倒也不是故意要把自己 把他變成冰封世界 他看起來好像穿了一層玻璃 不過就騎個機車啊 他不是網紅 他沒有要趁什麼熱度 他說我就騎個機車從外面回來 變指甲變冰甲 皮膚變冰敷 衣服變冰衣啊 你去看那個啪啪啪啪的聲音 你就知道 天啊 這個結冰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好 剛剛我們主持人一直提到 什麼小吃攤 怎麼結冰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景況 你去看 這什麼 我懂了 這可能是超商所做的一種效果 讓你知道你們買的青菜有多新鮮 我都冰在學 不是 另類行銷 這其實就是個菜飯 然後他賣的青菜全部在雪裡面 照道理這個青菜應該也沒得買了 應該要收攤了 但他可能就說沒關係啊 我就便宜打折跳樓大拍賣 所以那個挑菜的人 他們就說 你現在到底真的是在買菜 還是在雪地裡尋寶 結果他就說 我真的是在小吃攤買菜 你說這真的是不是一個 我們講的冰封世界的奇景 但是為什麼說現在一個中國兩個事件 我們剛剛看到前面所有的畫面 都是因為太冷 都是因為跟雪跟洞雨有關 但是跟讓人頭大的是在貴州 而且還是人禍造成的 貴州這場火現在燒到什麼狀況 來從空拍撫看的畫面 你曉得現在貴州有一半的面積 全部籠罩在火燒山裡頭嗎 而且啊 很奇怪的是 這個火燒成這個樣子 我們叫貴州火燒三連山 就是剛剛雨昕提到的 貴州的地形比較特別 它的山都是風風相連到天邊 所以你一燒不可收拾 那個水線那個我們講的那個火線 你如果沒有即時建立的話 你只能任由它燒光光 一直燒 雨昕它現在已經燒到了兩個台灣大 他們說從空中覆蓋 簡直是一條火龍 什麼原因 有人說上山祭焚 亂丟煙地 焚燒雜草 告訴你有多扯 你在看這個一條火龍的同時 有人發現火燒山的原因 竟然是有人上山 然後他覺得肚子餓 他烤麻糬 不是你烤麻糬的時候 你也不看看旁邊一堆草 貴州天氣晴朗 天氣油乾燥 這很容易火燒山 不過很奇怪的是 這個新聞的畫面 其實我們找得很辛苦 因為在網路上幾乎都封鎖 官方壓新聞 都沒有消息 很多人說貴州一半都火燒山了 怎麼也沒熱搜 也沒上熱搜 然後這個似乎 是不是有人刻意在壓這個新聞 然後陰謀論就出來了 有人就講 你知道其實貴州之所以會燒成這樣 是因為貴州是中草藥盛產的一個省 那因為中國現在停止與日本中草藥交易 那貴州既然又盛產中草藥 所以他們說八成是日本間諜來這裡燒 當然這都是陰謀論 其實我覺得主要的還是 可能也許中國當局對於目前所造成的災害 他不想讓這個新聞放出去 讓新聞這個事情擴大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中國一向對於這個災禍的處理 都是報喜不報憂 什麼叫報喜 你看他現在公布的畫面 不是一條龍火燒山多大面積多大 反而是他們非常英勇的這些打火弟兄 你看從熱影像 先看這個 這現場就發現 這幾隻就在火燒山旁邊救火 有沒有 然後熱影像可以看到 哇他們也是成群結隊的奮勇 不顧性命的往這個火燒山的地方去打火 所以現在一個中國卻因為天氣而造成他們兩個世界 掛完這個元宵 可以說一個台灣兩個世界氣溫不斷的陡降 而且冷到全世界都一樣 你看到這是挪威30年來最強的風暴 記者連線居然遇到橫禍 海邊一個大浪打來 居然哪來的魚啊 直接打上來打臉倒地 而這一次的低溫 你想它可以低到什麼程度呢 來看這一隻老母雞 站在大雪之中活埋三天 結果你去敲敲敲 敲頭還會動耶 網友說難怪天氣冷 我們要穿羽絨衣 今天北台灣的民眾起來之後 會覺得好冷啊 這個瑞芳昨天才9度耶 這個寒流受多北氣風的影響 持續濕冷 而且北中南溫差是很大的 那3月1號禮拜五 還會有第二波的寒流要來 大家要多加點衣服 不過講到挪威 挪威會說我們這裡出現了30年來奇怪的風暴 我們先來看這個記者 他為了要去體驗那個風暴 在現場海邊連線 但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剛剛那個記者突然莫名其妙被擊倒 我們再看一次喔 連線連到一半扶個帽子 弄一下頭髮碰一下 擊倒他的是誰啊 結果竟然是飛魚打臉啊 這是從哪邊冒出來的飛魚啊 原來就是因為風暴實在太大了 所以你看喔 他背後的這個海浪啊 被風吹起之後 雨都被吹出來了 但是呢 在中國的蘇州的四月 從上個禮拜 他們就因為暴雪跟冬雨的關係 先把鏡頭移到蘇州工業區的高速道路 怎麼回事 這不是高速道路嗎 怎麼現在這邊看起來像是汽車 報備場 汽車墳場一樣呢 所有的車子 如報備般的堆積如山 原來是發生車禍啦 我們再看一次啊 從他們這個駕駛的主觀視角來看 前面道路結冰 那沒關係嘛 有人打滑 我們就煞車 煞不住啊 你看看前面的車子 當他們已經打滑 橫在那兒 其實本來沒有被撞 但後面的車看了想煞車 煞不住 全部都像穿了溜冰鞋一樣 最後一台裝一台 觀眾朋友 你去看看前面我說 那個汽車堆積如山 你知道裝了幾台嗎 裝了一百多台啊 一百多台 觀眾朋友 低溫這樣的一個天候之下 完蛋了 你剛剛提到這個快速道路 高速路變成了什麼 變成了汽車墳場 是 變數是很大的 好那你說 軌道移動 打高鐵 中國高鐵是世界之怪 也是在全國民族自信的所在 對 結果居然變成了低溫之下的另類受害者 洗把酒掛把牌不看過 居然是用慢車柴電的這個所謂的 綠皮車在拉高鐵 這個怎麼回事啊 我說上海的老百姓真的是過了一個非常驚心動魄的元宵節 為什麼呢 買不到車票 坐不到高鐵 到底高鐵怎麼了 為什麼要停擺 來 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高鐵啊 竟然前面的那個機車頭啊 它是要靠再更前面的綠皮車來發電帶動它 怎麼高鐵會變成這樣呢 很多人就說 你看高鐵小老弟 還不是要靠老大哥綠皮車來救 來 揭秘 原因是因為之所以這麼多人搭不到高鐵 是高鐵它必須靠發電來運行的 可是呢 它的這個電網結兵 你看又是極凍世界人的貨 所以它的受電弓 無法跟電網做正常的接觸 而且也可能就算勉強行駛 它會受損 這時候呢 蓄勢要停止 也有的要限速 那又怕受電弓壞掉怎麼辦 就老大哥綠皮車就出動了 綠皮車吃柴油的 柴油引擎柴油給它加下去 靠柴油引擎發電 現在我們說了 你平常對我綠皮車愛理不理 現在呢 還不是要看我臉色 因為一票難求嘛 好 不過也有人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大雪紛飛天氣惡劣的情況下 似乎出現了一句順口溜 中國民航機出現戰鬥機 不 民航機跟戰鬥機要怎麼畫上等號 原來是有一位民眾 當時他在飛機場 他覺得現在這個天氣 這樣的一個暴雪紛飛的時節 這個我看山東航空 你不可能會起飛 可是他發現不對啊 山東航空似乎執意要起飛 因為旅客開始登機 你看剛剛旅客身上全部都沾著雪 然後頭臉都是雪 那這樣子是機場就是執意要飛 就果然飛了 那飛了之後他就覺得 哇 所以這句順口溜就出來了 民航機中的戰鬥機 來揭秘 其實山東航空有發表聲明 他說當時的氣候 還是允許他們起降的 但有業界就講 你們不曉得啊 中國民航機的機場 很多都是被戰鬥機退役的啊 所以我們現在討論的這家航空公司 山東航空 它名不屈傳 在大雪之中 你要嘛脫班 你要嘛delay 對他來講我使命必打 是啊 民航機中的戰鬥機 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說呢 一樣喔 在山東航空呢 就有一個正在飛機上的造型旅客 他講 空服員 空服員 你幫我去跟機場講一聲啊 我等一下要到這個機場轉機 我們現在霧點因為氣候不好嘛 你可不可以發翻機檔 飛快點 哪有可能 這又不是計程車啊 當然不可能了 沒想到啊 空服員聽到客人的聲音 告訴機場 機場真的啊 快馬加鞭 提早20分鐘抵達他要轉機的機場 並且他這個造型旅客 就剩短短5分鐘可以轉機 還是轉機成功 所以現在 他們現在上熱搜啊 這個碎口6 叫中國民航集中的戰鬥機 所以天候再惡劣 對我來講 沒有什麼不可能 這就是山東航空 我們再來給大家看 天冷可以冷到一個什麼程度 冰凍三天 你非死不可了吧 來看看 生命力的球 生命力就是嚇死人了 我覺得這就是求生意志啊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 萬白從中一點紅 這是什麼情景啊 旁邊都是雪 我們剛才講的嘛 暴雪嘛 這些雪啊 真的是雞的堆積的這樣子 非常堅固 如冰角冰塊一樣 可是這個 這中間的毛毛的是什麼東西 那原來是因為我剛才說的 旁邊的冰塊不是結冰結得很堅固嗎 但被人家發現 中間有一個穿著羽絨的東西 後來碰一碰會動 原來他是公雞啦 所以呢 後來碰了這個頭 頭會動 人家才發現說 這隻公雞求生一直挺堅強 因為他在這裡已經被活埋了三天 這一身羽絨衣保暖效果一流 是很多網友還講 果然罵我們就說公雞是霸王龍的後代啊 真的是還可以活下來 不容易啊 但是講到這些暴雪 積雪如山 那會有個問題啊 你的車子停在家門口突然就不見了 這位民眾就講 我的車呢 我的車咧 沒關係 通常我們有遙控器嘛 給他按一按 不是會發出這個警報器的聲音 就知道了 每台車警報器聲音都差不多啊 有人說 就算聲音你聽得出來 警報器現在也不會響 因為遙控器按了個沒有 這個雪已經擋住了你的紅外線遙控 這最後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都是雪白色一片 讓我們用原始的方式解決嘛 開盲盒 所以那個人最後是怎麼走到的車 就是看到這個地方 覺得可能是 就直接徒手挖 徒手挖挖挖挖挖到車牌 看是我們家的車 中獎了 不然你要移個車 或者是要開個車 竟還要開盲盒 你知道這個人他花了多久嗎 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在家門口找到車啊 解碼成功 我們講到中國在這幾天這一段時間 正陷入了冰火兩極 都是冰 哪來的火 貴州 幾乎很少在任何我們考慮 關心極端天氣之下 貴州哪來的山林野火 根本連不起來 但我們告訴大家 此刻 貴州 半個貴州 陷入了山林野火之中 怎麼發生的 上個禮拜我跟大家提到貴州大火的時候 我們很在意一點事情 就為什麼媒體都沒有報導 你要知道災難新聞最重要的 就是訊息的傳播啊 結果這時候我們看到這個野火蔓延 怎麼也撲不滅的這樣的一個貴州山林燒火 有人出來講話了 就是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胡錫進 他講 他說消息為什麼會被封火 不是啊 一 這春節期間 貴州政府不想要宣揚災難嘛 二 春節期間大家心態放鬆嘛 所以你們這些批評新聞被封鎖的人 你們是怎樣 自己很高尚 胡錫進你說這個話 我就有點不太贊同啦 我還是要強調那句話 災難歸災難 訊息傳遞歸訊息傳遞 這跟高尚 這跟宣揚災難 這跟春節期間無關啦 心態怎麼放鬆 也不可以放鬆在災難 所以希望貴州的這一場野火 三陵野火 能夠趕快撲滅 我們也必須要向打火英雄致敬 因為他們真的非常厲害 這個是貴州的野火 不可思議匪夷所思 今年龍年 可不希望火龍四處蔓延 偏偏在中國好像發炉一樣啊 如果火龍是燈籠那沒有關係啊 但千萬不能夠燒到住宅區 來盡頭移到黑龍江的加牧斯 加牧斯現在你畫面中 看到的這棟高樓高17層啊 結果沒有想到 他當時火事是從一樓燒 一樓燒如果能夠適時的控制的話 可能也許了不起燒到三四樓 但沒有想到他卻如一條火龍 煙囪效應拼命的往上燒 哪有新鮮空氣 火火苗就往哪轉 最後整個一到十七樓全部燒起來 就剛剛主持人所說的 形成一條火龍 附近的民眾都狂喊啊 全都燒透了怎麼辦 還好這場大火呢 並沒有造成什麼嚴重的傷亡 只是鏡頭裡頭的畫面 讓你看得驚情動波 不過另外一個地方 可能就沒那麼幸運了 我們把鏡頭移到了南京 在南京的這棟超高大牢啊 34層 你看從遠眺的鏡頭可以看到 整個小區裡面全部陷入一片火海啊 為什麼呢 你看大家都喊 明上西苑六棟著火 六棟都著火耶 火勢很大 六棟的鯉魚們趕快下樓 因為他們要趕快管播 有的人可能還在睡夢當中啊 這個火到底怎麼發生的 原來是他們的一樓 有電動車的停車場 太多電動車停在那裡 我們也曉得 中國有些電動車可能少數品質不良 它電池會起火 就這樣就燒起來了 很不幸的 有15個人在這場火警當中罹難 年關將近 日本關東地區卻如臨大敵 根據氣象的預報 在東京可能要迎來非常恐怖的大雪 雨田機場今天已經取消超過30個航班了 同一個時間各位朋友 15年來最長的複合式雨雪 正在攻擊中國的春藝 低溫危機四伏 如果今天大雪下在北海道那不稀奇 那下在關東地區的話 那是會造成交通大亂 那就先去看北海道 我們來看一下北海道一年一度 在他們的首府雜謊 會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活動叫雪祭 可是呢 你大家看喔 這些雪祭啊 哇有200個雪雕 這個民眾看的是非常開心 也覺得非常窩心 為什麼窩心 你知道他們已經好幾年沒舉辦了嗎 這對他們來說是具有一些神聖意義的 可是疫情2020就沒有再辦了 終於今年復出喔 而且已復出剛好又迎來了 日本會有一個很大的這樣的一個很嚴峻的這樣一個雪 所以呢當然他們這一次的雪雕 看起來也就蠻多的也蠻紮實的喔 好那我們還是言歸正傳 回到我們剛才所說的 為什麼日本會降大雪 其實最主要是受到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那但是我剛才說 關東不容易下雪也不容易積雪 是因為有一個關東山脈做屏障 但這次雪大到強到冷氣團大到強到 關東山脈都擋不住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次的大雪發佈時間呢 其實不常 就一天 2月4號的中午 到2月5號的中午 到2月6號的中午 可是就這一天 我現在講話的同時 日本就是現在的大雪 你現在所看到的畫面 都是最新的畫面喔 那他們講喔 我們說的叫 關中的假性地方 假性地方大概是在哪 就在北州的中部內陸偏內 大概就是我們所說的 像是東京啊 雜謊啊 池城 都叫做假性地區 這邊其實不容易積雪 我再次聲明喔 不容易積雪 但現在氣象金說 東京都可能10公分積雪 我就問各位啊 東京要是都10公分積雪 你說東京稱為全世界最大都位區之一 那交通 車子大花 交通會被大亂 所以日本政府現在呼籲民眾不要外出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羽田機場飛 關西 就大阪 或者是福岡飛 羽田 通通很多的班機都停死了 就變成交通也大亂 好啦 海陸空 就因為這一場 難得一見 雖然只有一天的暴雪 東京難得的積雪 而因此停擺 但是中國就更慘了 我跟大家講喔 中國是15年來的 我們叫做 極凍世界 這極凍世界呢 為何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 叫 複合式的暴雪 因為它既有雨 它既有雪 它還有我們所說的 這個叫 冰凍 大霧 或者是兵力等等 還有雷達雪 坦白講喔 我剛剛 有一些詞 我自己都很少聽過 15年來首見 那地區大概在哪 包括像湖北 湖南 河南 安徽跟江蘇 這裡頭呢 又與湖南 江蘇跟安徽 特別的慘 那我們現在呢 看到河南跟安徽 是降雪的雪核心區 就先把鏡頭拉到 河南去喔 這個 複合式的雨雪 會造成什麼呢 雪 堆積在屋頂上面 結果你看 我才剛剛講啊 這個雪會造成災害 果不其然喔 說在河南信陽市 有一個正在興建中的體育場 體育館啊 就這樣 在你鏡頭面前 也不過就幾秒鐘時間 蹦一下全塌 是全塌喔 當然我們看它是先從左側 開始塌陷 接下來呢 我們講的這個 重力作用 骨牌效應 整個到塌 那人家講這個 才蓋三個多月啊 怎麼就一雪一積雪就塌了 他們就說 豆腐渣 那當然也因為 這是最強雨雪的關係啊 可是 真的一個 這個屋頂這麼不耐積雪嗎 後來啊 人家就批評 她乾脆全部拆掉 砍掉重練 不過我覺得 在湖南長沙的 這個女孩子的遭遇 看了令我膽戰心驚啊 這個女孩子說 她當時在家中 她覺得她家 有一側的 這個屋頂的鋼架好像有點歪 她就拿熱水去淋 結果後來她覺得 喔 倒下來了 我跟各位講 這女孩子啊 她真的是命大 因為她說她拿熱水去淋 那有一點歪的鋼架之後 她就覺得 有一點怪怪的 有聲響 而且呢 變得更傾斜 所以在這倒下來之前呢 她不是在錄影嗎 她人測出來 喔 火力加塞 火力加塞 她真的是有那個 絕命終點在裡面的這樣一個 逃過一劫 因為她有 似乎有一些 預測到啊 但重點是怎麼會差 我告訴你啊 我再帶大家去看湖南 一集景點啊 張家界 有個叫七十二七樓 當時很多民眾 遊客 是在這邊幹嘛 看表演 看表演 喔 當然啦 這個 國家級的景點 你看 大家看得美不生收 但 如果屋頂塌下來 就一點都不美啦 大家看啊 真的是 樂情深悲 所有的人在下面看表演 崩一下 這個上面的屋頂 因為有積雪 就這樣塌 塌下來壓住不少遊客 22人受傷 還包括小孩 然後官方都看不到這個報導 我們想講的是 雖然雨雪很輕 沒有錯 是15年來最強 又複合式的 但一個屋頂就這樣貪擦 我想 還是要追究一下公安問題吧 我想到的是 現在開始 分分秒秒每一天 是中國大陸 地表最強大的人流移動 春運不是現在開始嗎 氣象報告形容說 華中雷打雪 然後華南一路往南部去 居然暴雪下道除夕 兩天三天 還有三天耶 那還得了啊 是 我給大家看 在湖南 說有一個男的 他在家裡面 他家裡面怎麼變成 這個 極凍世界 全部都是雪啊 明天過後 家裡面的雪要怎麼下進來 我告訴你 答案真的會讓你瞠目結舌 那根的雪已經是屋主的一個人高啊 他說 就因為我廁所的窗戶沒關了 你也醒來就這樣 一小扇的廁所的透氣的小窗子 堆滿整屋子的翻雪啊 對啊 這個 這男的他說出來史料球 我跟妳講嘛 我從那個地方關進來 對啊 我跟妳講 我說這個 這男的說真的 你也太沒警覺性 你氣象有在爆 你都沒在聽 就湖南 安徽會特別嚴重嘛 好 電氣也淹沒了 累積的比人還高 那就 大家會開始擔心嗎 那春運不是這時候開始嗎 春運通常就是在一夜下旬 一直到過年前 大概長達40年 這次有90億人次的移動 是目前中國史上最大的一次人次移動 史上最大 偏偏史上最大 遇到15年來史上最大的大風雪 所以你看 畫面當中我給播給大家看的 都是幹嘛 霧點啦 停駛啦 車站擠滿人啦 大家在搶票啦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會怎樣 本來可能坐高鐵的 就跑去做客運啊 本來做客運做不到的 就自己開車啊 好 那我就分這三個情況 來跟大家講 全部都遭殃 我先說高鐵 高鐵夠快吧 可是就是有一個小姐 她在受訪的時候 她講 她說我本來 她說從上海那邊出發 她說我本來兩小時的車程 我竟然在高鐵上面坐14個小時 而且呢 必須在高鐵上面睡覺 你看 她當時公布這個畫面 你必須在車上睡覺啊 用餐啊 這個罐洗啊 這個尿尿啊等等 結果後來 那個列車長覺得 大家這樣很可憐 兩小時變14小時 結果發泡麵 八寶粥 但他們還是很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說 列車長你只給我泡麵 沒有給我熱水啊 大風雪啊 物質缺乏奶 還怎麼熱水 這高鐵 兩小時變14小時 我真的覺得還好 你去做什麼 客運的 哇 我給大家看那個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變停車場啊 這是空拍機拍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塞嘛 你去疏解高鐵的人 就會塞嘛 第二個 又遇到積雪嘛 第三個 就容易打滑容易車禍嘛 最後呢 我告訴你 她那個延誤的時間 十小時起跳 可是有一個人在講 什麼十小時 她說她從上海開到重慶 本來以往是15個小時 觀眾朋友 你聽喔 她開了四天 15小時四天是怎樣 是108小時啊 好 你現在知道了 高鐵變客運 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自己開車呢 自己開車 我真的懷疑 可能永遠到不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來我們先來看 積雪就會造成車禍 因為車子會打滑 可是你現在看到這麼多的車禍 路要搶通啊 那路又不搶通 又繼續打滑 最後連環車禍 所有車都通通 有時候有些通道又是 唯一的出口就塞在那 各位還記不記得 中國大陸幾乎都電動車 電動車在半路沒電 隆重丟車 所以我說開車 有的人說 她好像回不了家 好有人可以順利的回到家 我們來看到 喜宴是這樣吃的 宴行是這樣吃的 結果喜事差一點點便 哎呀 災難啦 也是很嚴重的暴雪受災區 河南 但婚還是得結嘛 這個時候呢 她的結婚方式是 傳統的贏曲啊 騎馬 但大家看一下 怎麼剛剛覺得那匹馬出來好像 鬥陶災啊 騎馬怎麼了 一樣啊 你車會打滑 馬不會打滑啊 馬也會打滑啊 人有失常 馬有失敵嘛 對 就早啊 新郎摔下來 那你知道最後怎麼善後嗎 還是可以迎娶嗎 馬跑了 走路去迎娶 冰凍世界 最強雨雪 最後走路迎娶喔 91人回不了家 新郎娶不了新娘喔 好在河南駐馬店市 有一場婚宴很特別 大家看一下 板斗 板在周圍啊 這周圍啊 大家有沒有覺得 板斗板在這裡是怎樣 想要體驗 什麼 新石器時代人的感覺嗎 你知道這在哪嗎 豬圈 這味道好嗎 我跟巨箱報告 豬圈 那為什麼 因為暴雪嘛 那暴雪它有很多地方 它是積雪 它沒有辦法辦 最後主人就心裡想 這裡有屋頂 對 這裡有屋頂 這豬圈很久沒用了 我們就在那裡辦 所以他們就說 哇 想不到15年來 中國最強雨雪 讓河南一場輝夜 最後辦在天棚大飯店 cre不定 裡面 又不爽 風圈 是 有 風圈 衝 穩 風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